大家好 现在马上进入秋季 因为秋季的早晚温差较大 非常适合金子兰的生长 但是也是金子兰虫害的高发期 在这个金子兰虫害的高发期 我们该怎么正确预防 预防这个虫害过多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方法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首先这个君子兰 一定要放到通风的环境养护 如果环境不通风 也非常容易这个小肺虫 那么平时我们该怎么 预防这个小肺虫呢 一般我都会常用的一种方法 就是用这个风油精 用这个风油精 然后滴到几滴 到这个喷污里面 加上水 然后平时一个星期左右 给它喷个一次两次 喷到这个土壤的表面中 就可以驱赶这个小肺虫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一定做得好一点 一定放到通风的地方 如果不放到通风的地方的话 这个君子兰呢 就很容易引起这个烂梗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君子兰在秋季 怎么防止这个小害虫 我自己的一些养物小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